有些地震有点有 造势现场主角蒋万安 人还没到 地震先来 不紧张好 不紧张了 好 支持者放声叫 准备随时往外逃 蒋万安在大安的造势活动 碰上强阵 活动中心的吊灯 篮球架 一阵猛摇晃 台上主持人第一时间吓坏 顿了几秒连马安抚大家情绪 蒋万安在这场造势迟到了 他在上一场的公开活动 就是跟陈时中还有黄珊珊的饭局 一口大气象都比较低 地方公庙办平安餐会 招呼怎么打 蒋万安尴尬笑 因为隔天就要到法院告发 陈时中涉嫌疫苗采购合约读职 被名嘴轟立委身份不提案 却提告此举恐怕洋入虎口 他是洋他也是个邓林洋票 跑得很快的一个人 我认为这个全台北市 绝大多数的人应该认为 他在这方面做的问题很大 立委会当到这样子很奇怪 他去告以前 他自己决意提出来的东西 陈时中将陷入司法疑云 但更惨的是 他的年轻选票正大量流失 多数民调显示 青年支持度 黄珊珊已经超车陈时中 蒋万安则紧追在后 就连绿营内部民调也曝光 青年支持度跟2020年 总统大选相比 衰退超过两成 不过绿营流失的青年票 不是流向蓝营 而是民众党 他们的抗中保台 他们的所谓的拉台妹 这一招年轻人已经不再买单 民进党抗中保台声声喊 换不回年轻人 蓝营奉绿 最后王牌失灵 但如何搜刮年轻票 才是蓝军胜选关键 记者林兴仙 王志恒台北财报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